1957年春 毛泽东一再鼓动高级知识分子 给党提意见 帮党整风 并保证严者无罪 而毛的真实意图是引蛇出洞 然后将蛇一网打尽 谢家荣不知有诈 信以为真 以前 他一直做着领导找矿的事 也找到了很多矿 他很想继续发挥他的专长 继续指挥找矿 找更多的矿 但是 在他找了一段时间的矿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后 中央不要他指挥找矿了 为此 他对中央的人事安排有意见 对地质部领导的安排有意见 党号召提意见 他就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1957年春夏之交 风云突变 帮党整风迅速变成 反击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 反右派运动后 他提的意见被认为是反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